我們來看看這題 這題是說三角形ABC 這個分點使得這一段比這一段是1比2 AE這個分點使得這一段比這一段是3比4 B1跟ABC的交點是B 那我現在要用ABC跟ABC表示AP 那我們再XY用什麼 我們知道說這FNPC 這三點共線 這樣我就假設這一段叫α 這一段就是1-α 這一段比這一段就是α比上1-α 好 那這樣我畫 我AP 就可以寫到 寫成那個α 它就是AC 1-α AC 再加1-αF 1-αF 好 那我由這三點共線 要把它表成這三點共線 好 那 ABC ABC可以表成這個是3-7倍 好 這個 ABC是3-7倍的話 3-7倍的AE 好 因為AE 因為AE比AC是3-7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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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呢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 PEV三點共線 PEV三點共線 所以這個係數加起來要等1 也就是說 三分之七α加上多少呢 三分之一倍的一減α 這要等於一 好 那這樣我就 三分之七減三分之一就三分之六是二α 等於一減掉三分之一是三分之二 也就是說α是等於三分之一 所以這是一比二 那把它帶回去以後的話 我們就知道AP 因為它表成AB跟AC 所以我就知道AC AC在這裡 那AB在這裡 這一項就要等這一項 所以我AP 這等於α α是三分之一 AC 它這樣後面這一項 這是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乘以三分之一 這等於九分之二 A1 這個就是X 這個就是Y 不對 這是X 這是Y X 所以X是九分之二 Y的話是三分之一 現在就做出來 A1 我們現在就把它寫在這裡 AB 現在是等於三分之二 九分之二AB 然後再加那個三分之一的AC 第二小評是說 我把AB延長 焦BC與Q 焦BC與Q 他問那個 他問那個什麼 AB比AQ AB比AQ 等於多少 好 那我現在呢 把它延長到這裡的時候 這個 這個AQ 就可以表示成多少 表示成這個 多少 AB跟AC 表示成AB跟AC 那因為 這個跟這個平型 AP跟AQ平型 所以這是乘比例 乘比例的話 也就是說 因為這個比 這個是九分之三 這是二比三 所以加起來 所以這是五分之二 AB 加五分之三 AC 為什麼可以這樣寫 第一個就是說 這兩個是平型的 所以這個比這個要等 這個比這個 第二個小評就是說 阿碼加β 要等 為什麼 因為 QVC 是 QVC 是貢獻的 好 這樣的話 AP跟AQ的長度 就可以比了 我就直接把它除下來 它是為什麼 那AP的長度 因為這兩個平型 AB除以AQ 發展到 大部分 我們要是 我們要不這樣 我們要不這樣 我們要不這樣